大家好,我是团小团 我好像第一次拍Vlog 然后我今天为什么拍呢 就是因为我买了十件衣服 看,虽然都是T恤 但是我差不多只花了200多块钱 平均下来也就二三十一件 所以今天我就要以我这微胖的体型 看看我能不能驾驭这些二三十的衣服 到时候废话不多说 我先来试一下第一件 这件好像有点大 能看到吗 大概这样吧 我穿一下 我打扮了一下 弄了一个配的个白色的紧带 胸口还是有点低 到时候可能会往上挪一下 看来还可以 性价比还不错 那我们接下来试一下第二件 第二件看上去比较普通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去试一下 马上回来 这件衣服还好 就没有想象中它看到那么大 我发现这种带这种绣边的好像会显瘦一点 宝宝们如果要穿显瘦的衣服也可以显这种 我这件衣服没啥好说的还可以 那我换下面一件 这一件 其实款式还差不多 但它好像旁边加了两根绳子 然后图案是这样子的 那我去试一下了 这是第四件 是第四件吧 第三件 我的数学老师要被我气死了 就是个人感觉 这个腰带 腰带如果打呼一下会显胖 就垂着吧 好 我今天就穿这件衣服先拍拍机器 等会再来试下面几件 出来 这件呢 这件是第四 第四件 这件比较运动一点 这件我记得是 三十五还四十五 还挺便宜的 到了夏天 我们就可以买很多很多的衣服 到了冬天 我们就要努力赚钱 因为冬天的衣服贵了 好冷 那我再试试看第五件衣服 第五件 是这个吧 这个感觉差的不是特别大 但旁边有花花 我去了 Hello 这是第五件 这件跟之前一件特别小 这件好像就这样带饼 现在不带了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思求 对 接下来我要试 接下来一件 接下来哪件我也忘记了 这是第六件吧 第六件是 安心 让我想到飞天小女警 那我就换咯 好了 这个是第六件衣服 安心 让我想到飞天小女警 换了 接下来 第七键 第七键 这个呢 这个是有花纹的 月亮 让我想到刚刚是飞天小雨景 现在是代表月亮消灭你 这么肥的不叫 粉丹 坏 最后一件 好累啊 换衣服好累 我的发型 我都没有 最后我都没有时间 不是没有心情去整理我的造型了 那今天就差不多这样 宝贝你们觉得 这是哪件衣服比较好看呢 就是我觉得反正挺便宜的 那个宝贝喜欢这种Vlog的形式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 那今天就在评论区